朋友注意了很多人现在都会用面膜来保养皮肤 不过呢香港消费者委员会昨天也公布了一项面膜产品检测 结果发现呢这市售的17款面膜检测到含有水银签以及身等等的防腐剂 这个含量是有0.01%到0.3% 其中有4款在台湾贩售 撕开面膜贴在脸上夏天爱美的美眉最爱服面膜保养皮肤 不过现在香港却传出抽检市售面膜含有防腐剂 其中4款知名品牌还在台湾贩售 看情况还是需要使用 感冒我觉得皮肤应该会不好会过敏之类的 以中国大陆的化妆品卫生规范防腐剂必须低于0.4% 台湾则是1% 但抽检后发现知名品牌Cheer是舒缓凝胶面膜和莱雅水清新矿泉保湿面膜 各含0.3和0.2的防腐剂 维他命E生成保湿面膜和必额醇的活泉水面膜 各含防腐剂0.2到0.1 在台皆有上市 虽然不超过台湾标准 但使用过多还是会过敏 就是有些人会对这个防腐剂产生过敏反应 那因为这个防腐剂会破坏皮肤的皮脂膜 那某些人用了之后 那会皮肤变成干燥变成过敏性的皮肤 而化妆品叶子则回忆面膜使用的是专用的防腐剂 以确保产品的新鲜度全部合乎标准 但未来还是会考虑贴上含有防腐剂标签 制造日期及有效日期等标示 中天新闻王中瀚林文婷台北采访报道 感谢您的感谢